Chash, yes, thank you. Chash, yes, thank you. 最近我發現很多朋友都想問Mila一些問題 所以我特地整理了最常出現的問題 最想問Mila的問題 那今天就來一起問Mila 一起來解惑一下 好,那最常出現的問題我想是這個 就是為什麼Mila 你當初會選擇來到台灣呢? 我是漢學系畢業的 所以那時候我很想去一個 講中文的國家 在本年書留學練習一下 然後剛好那時候 我有一個台灣的筆友 其實他還會學波蘭文 所以也來過波蘭兩次 作家 所以最後我還是選台灣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你來台灣之後對台灣的第一印象是什麼呢? 第一印象 如果你說的是 我下飛機之後的第一印象 那應該是天氣很熱 空氣很濕 我覺得人很多 缺子很多 跟波蘭不太一樣 第一次來台灣那時候天黑了 所以也沒有看到很多東西 後來才好像第二天才發現 哇原來住在台北可以看到山很苦 這也是在波蘭不太可能會發生的 至少在華沙 至少在華沙看不到山 你有沒有什麼不能適應台灣的地方呢? 有當然有 到現在住在台灣已經快四年了 然後我還是有一些地方沒辦法適應 不管我在波蘭 住在華沙 在首都還是在郊區 我們那邊都很安靜 沒有機車 車子也不多 所以我覺得第一件事情是早營 這個我也沒辦法適應 然後第二件事情 是空間很小 在波蘭都比較大 不管是房子還是外面的空間都很大 第三件事情應該是麵包 麵包 台灣的麵包好軟好甜 這種麵包我不太喜歡 我之前也去波蘭 跟當地的麵包比起來 台灣的麵包是比較軟 然後口味比較偏甜的 但是波蘭的麵包是比較 鹹的硬的 然後一般來說 至少我自己喜歡那種黑色的麵包 就又黑又硬的麵包 才是比較好的麵包 對我來說 你喜歡什麼台灣食物呢? 台灣食物當然有很多好吃的 我開始吃素以後也發現 台灣是素食者的天堂 素食天堂 真的 不管你去哪一家餐廳 都可以找到素的東西 去都好吃 那我最喜歡吃的 之前我年大學的時候 附近剛好有潤餅 我那時候真的可以每天吃素的潤餅 都不會吃膩 然後另外我很喜歡麥頭豹子這樣的東西 然後當然麵 炒飯這樣很多 有沒有什麼你到現在還是不太敢吃 不太喜歡的台灣食物呢? 有 如果你說的是素的 因為當然肉的 我之前吃肉的時候也有很多不敢吃的 因為之前吃肉其實 就是我不太習慣像在台灣很多肉有骨頭 這個我完全不會吃 或者皮這樣 像雞皮這樣的東西 現在吃素的 當然有很多豆腐我還不敢吃 豆腐為什麼是? 豆皮我也不喜歡 豆皮跟豆腐 還有酷瓜 酷瓜也不行 我覺得她長得很想 對啊 怪怪的 所以不敢吃 怪怪的 她的形狀太奇怪了 對啦 這樣聽起來其實也沒有很多嘛 然後麥拉在台灣的飲食生活應該還算OK啦 那接下來也是常見的問題 就是 你在台灣之後有什麼樣的目標 什麼樣的夢想嗎? 嗯 現在 我還是希望我們會 繼續分享一些 跟波浪跟台灣有關係的文章還有影片 然後我們可能還會出版一本書 所以希望可以今年完成 對我們最近一直在寫書 所以比較忙一點啦 那希望今年可以順利出版 這樣子 就是小夢想 好 我們繼續加油的 那以上大概就是我們統計 比較常見 想問麥拉的問題 那如果你還有什麼想問麥拉的問題 也歡迎留言告訴我們喔 好 這是我的頻道 拜拜